墨西哥北部矿山水坝溃堤一死六失踪 州政府官员表示 墨西哥北部边界奇瓦瓦州 一座矿山的水坝昨天溃堤 搜寻7名失踪者的搜救队员 今天寻获一具遗体 身份仍呆确认 美联社报道 州政府声明指出 约有150人参与山区搜救 搜救路线超过7英里 12公里 利拓集团 Rio Tinto 矿区这座水坝昨天溃堤 大量含矿渣的污水倾泻而出 除了失踪者 另有二人住院 状况稳定 墨西哥联邦环境检察官办公室 在声明中指出 他们正在现场调查 以判定有多少矿渣流出 新闻 那是架了 这落魂了 是大魂的 还有 than 存在 幻灰 幻灰 虽怯 全提供 照苔